女性是相比男性安全感低的一种生物 女生大多都喜欢那种做事稳重有责任心的男人 尤其那种受过伤害的女人 当女人看到你的稳重心 大多是愿意和你过一生一世的 那是女人最优的选择 到底哪种男人会让女人有安全感呢 笔则向大家介绍这八种有安全感的男人 一 尊重女性 尊重女性是现在人相处比较重要的准则 但是大多数男人不知道这一点 自以为我对你好一切都听我的 指自己为中心 这种男人是最要不得的 找一个尊重你的男性 会不自觉地引起女人有好感 二 懂得与别的女人保持安全距离 女人最怕那种招风引蝶的男人 这种男人最让女人没有安全感 所以当男人懂得与别的女人保持安全距离 这样就会减少损害两人的感情 还有喜欢玩暧昧的男人是最可恶的 若与你想在一起那就在一起 不想在一起那就大大方方的分开 三 懂得体谅你 有的女人喜欢找比自己年龄大的男人 因为这样的人大多都是思想成熟 懂得照顾自己 体贴自己让人有安全感 但是年龄小的思想就很幼稚 往往会惹自己伤心 所以一个懂得体贴女人的男人是会让女人放心 四 适当肢体接触 当你受伤时或者是难过时 有一个男人能握住你的手 或者是拥抱你一下 你的心里会有种踏实感 这种温暖的肢体接触会让你怀念一生一世 第五 男子气感 若一个男人遇到一些困难就哭哭啼啼 拿不起放不下 女人跟他在一起怎么会有安全感呢 所以当你能够学会承担事情 这样女人和你在一起才不会害怕 因为你有能够撑起一个家的能力 这才是真正男子气感 六 心胸宽广 一个真正的男人会心胸宽广 凡是喜欢斤斤计较 跟女人一样拿不上台面产生矛盾 还需要女人去哄你的时候 这种男人女人是不敢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你的 七 心地善良 对待别人有爱心心地善良 这样会让女人觉得这个男人很可靠 以后跟他在一起不用担心 他会欺辱自己 一个品质好的人毕竟还是可以加分的 八 真心爱自己 有一个真心爱你的人 他才会适时为你着想 若连最基本的爱都没有 那两个人在一起怎么会开心呢 这也是最基本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内容